所以特別注意,剛剛主要是改幾個地方 第一個的話就是 加一個外面的復迴圈 for i 等於第2列到第605列 加一個next 第二個的話就是這個地方 本來是6,第6列把它改成i 那還有哪裡呢?還有這裡 其實主要就是改一個 外面的復迴圈 然後第二個的話就是這個本來是6改成i 這個6改成i 那其他要不要改 其他好像 還有一個地方要改 剛剛如果沒改這個應該會錯 這個地方要改成j,我剛剛漏了改 第j個 切割哪一個 如果一直都是1的話 切割到的應該都是只有第1個 的資料 所以這個地方好像 剛剛漏掉了 上面是1啦,可是下面這邊記得要改成j 這個 這個很重要 看一下雲端上有沒有改對 雲端上面 這邊有 這邊有 這個地方一定要改 這個是很容易出錯的地方 指的就是說哪一個啦 因為錢瓜糊切割第1個的資料 第2個的資料 如果這個沒改的話 可能切割到都會是第1個 好 那最後的話呢 把它run一下 大概就知道結果了 所以這個地方把它執行 OK 他就會全部幫我切割 並且放在指定的 地方了 可是 你會發現有個怪怪的狀況 什麼狀況 這個一個 這個變兩個 這個變 3456 越來越多 為什麼 主要有個地方可能要特別注意 這個s有沒有 s等於s串接 後面東西繼續串 但是問題來了 如果說我 s裡面資料沒清空的話 他變成說 他之後的所有資料都會一直串 一直串 所以串到最後你會發現 越串越多越串越多 越來越多越來越多 那不對 所以怎麼辦呢 你可能需要注意一點 當你需要s的時候 可能要把s 先清空 再放資料 也就是下一次要用的話 才不會一直累加 所以喔 記得好像最後這個地方 我習慣會是在佛追的上面加一個s 等於空的 這樣子的話呢 才會清空 否則如果你沒有清空 這個變數 我看一下我雲端放的程式 應該理論上 我這邊好像沒有 在這裡加上 有啦加在這裡 我是把它加在for回圈 你可以加在這裡或者是加在 這個上面應該都可以 兩個位置應該 都OK 加在這裡 或是加在上面這邊 其實兩個地方應該都可以 應該不影響嘛 切割完之後 所以好 放這裡好了 好 那我把這邊先在清空一下 所以特別注意那個地方一定要再加一個 這個清除 那個變數裡面的值 否則的話他會一直串接 他就不會把你的這個s裡面清空 所以這個應該對一個一個一個 然後這一個 第六的話兩個 所以一個 兩個 沒錯 然後再來這一個兩個 OK 好 那這樣的話這一題 應該 應該就 大功告成了 OK 所以這一題 這一題稍微 又比之前的 難度更高 那最難的地方 應該 就是在這個地方 4j的地方 如果切一個就不用再4j了 如果切多個 那這個就變 二維的 這個 回圈了 所以難度其實還蠻高的啦 不過 比起你土法煉鋼 我是覺得 要是我的話 我寧可寫出程式來 我想 因為你 假如用土法煉鋼 你花的時間可能更多 你倒不如把程式寫出來 來得簡單一些些 那這邊的話提供給各位參考 因為這是我寫出來的 你可以想想看有沒有別的 更精簡的寫法 OK 好 那這個 這一題大概就先講到這裡 那其他當然還有別的練習題 你們可以看一下 其實我本來 這個 解這一題的方法 其實除了用Split之外 其實還有別的方法 你們可以看下方 下方這邊有一個叫 DoFile的方法 本來是用Find跟Mid來解 後來才又想到說用Split 不過呢 這個的邏輯又跟上面的邏輯又不一樣 所以這個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可以再參考一下 我是用 類似那個什麼 類似 前面講過那個 尋找的 尋找前刮壺 尋找後刮壺 中間的資料切割啦 那 有沒有比較簡單呢 看起來好像也 其實也有點難度啦 所以這個 怎麼寫 提供給各位參考 也許你兩邊可以比較一下 那順便有個變化題 中間這邊有個變化題 如果各位有時間的話可以思考 這個練習題 請各位也許可以把中間這個表格 Ctrl C 然後呢 在我們的Excel 增加一個空白的工作表 你可以把它Ctrl V貼上 這個寬度不太夠 所以把它拉寬一點點好了 OK類似像這樣子 那其實 他這一題 這個常用裡面有一個格式 把它自動調成裂高 把它裂高稍微調一下 那其實 主要他是希望做什麼呢 幫我把 一二五放這裡 一三五放這裡 二二五放這裡 OK 那其實說真的 如果假如說 你實在也沒想到好方法 那邊要塗法鏈鋼 塗法鏈鋼怎麼做 點兩下 然後這邊Ctrl C,Ctrl V,Ctrl C,Ctrl V 但是如果你會用剛剛的方法 其實這一題跟剛剛那一題還蠻像的 只是說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所以 各位我這邊已經有寫好的程式了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 長寬高 先抓一個 一二五 一三五 二五五 有沒有 那全部的話其實就跟剛剛一樣 在外面包一個外回圈就好 長寬高二 那你會發現 這個的解法有沒有 跟剛剛的蠻像 耳淚一 耳淚二 用的方法蠻像的 有興趣的同學 回去可以再看看 有沒有 其實需求是 或者你將來以後 假設遇到類似的問題 你不妨把我這個當範本看看 層次不多 可是 很重要 因為你不會這個方法 那你這個怎麼辦 如果 還好這邊 只有 七筆資料 可是這邊如果有七百筆 七千筆 七萬筆的話 天啊 你還在那邊用塗白鱗 慢慢來嗎 絕對 不是吧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那剛剛的程式 我會把它寫 把它放在這下面 有個練習題 就是 類似剛剛的題目 畫面先還給各位 一下 喔